在暑假期间有不少亲子会选择到北海岸旅游 为了让旅游的景点点线面串联更加的容易 市议员郑宇恩就争取在三支的市区增设了U-bike 从8月5日起 三支区新增三处的微笑单车站点启用 民众将可以从海岸线一路踩单车 玩进三支的市区 在三支深度的探索旅行 暑假期间到北海岸旅游 除了自行开车搭乘大众运输工具转换微笑单车也是不错选择 为让旅游景点点线面串联更容易 市议员郑宇恩争取在三支市区增设U-bike 8月5日起三支区增设三处的站点启用 民众从海岸线一路踩单车 玩进三支市区 景点的串联将变得更加容易 我们今天正式启用三支的U-bike 那三支的U-bike目前有三个点 分别是在我们的三支国中 还有樱花水车公园跟儿一公园 这一次的争取其实非常的不简单 因为我们这个U-bike站 在北海岸确实数量还不够多 那我们也积极努力在争取当中 希望我们的U-bike也能服务 我们三支区的区民 那大家可以多加利用 让它的使用的次数可以增加 那未来我们也可以继续的再增加站点 新增的三处站点分别是三支国中二一公园 以及樱花水车公园 每一处分别增设U-bike 2.0个十五桩 市议员也鼓励民众不论是观光或是通勤 都可以多加的利用 建议提升使用率 争取未来北海岸能够有更多的U-bike站点 那这一次呢 其实我们也有争取这个樱花水车公园的 这个儿童的这个游戏场 所以大家其实也可以骑着脚踏车 去我们的三支樱花水车公园 去玩一下那个游戏 那二一公园呢 未来其实也会有新增游戏器材 那其实小朋友呢 都可以骑着脚踏车去那边去游玩 那包括我们的石门的白沙湾呢 也有租借的点 还有三支的潜水湾 所以这几个点呢 都可以做一个点线面的串联 大家都可以跟着这个 我们推荐的行程呢 到处去走一走 原来三支也是这么好玩的地方 透过U-bike站点间的串联 民众到访知名的三支潜水湾 再到市区三支国中站吃美食 或是到二一公园站 与樱花水车公园站 亲子一起晚公园赏美景 都是轻松惬意旅游的不错选择 微笑单车将著名景点 点线面串联起来 让民众发现三支 原来这么好玩 季教评和三支采访报导 我们下轻松惠意旅游的不错选择 我们下轻松惠意旅游的不错选择